10月1日,国庆畅假期间,平遥古城内,一家醋房内摆满了没有产品信息的石醋进行销售, 以桌房老板介绍,自己料到的石醋两元一斤批发到古城里后,可以卖到近百元一斤,如果让列醋驱逐良醋,然后失去质量保障,再失去信誉,最后就会失去招牌,十一长下结束了。 有的人欣赏了青山碧海,有的人领略了人山人海,而有些前往平遥古城,并自以为买了正宗地道,手工古法尿造醋的游客,可能要感到酸爽了。 巨星经报报道,在山西平遥古城,纯手工尿造,古法尿造,纯粮老陈醋的牌子随处可见,在国庆长教理吸引无数游客,然而记者调查发现,这些所谓的美味中,不少是廉价的贴牌醋,勾兑醋,有的稍作包装,就从两元一斤的批发价,变成售价近百元的老陈醋,有醋商坦严砖坑外地人。 当地居民买醋都离开古城醋店,作家也就算了,有的简直作恶,记者实地探访,甚至发现有醋商的醋缸里,漂浮着死苍蝇,这已经不是一次冲好,假冒品牌的问题,而是到了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,于远了不止一道底线,更严重的是,伪劣醋的泛滥,会深深伤害平遥这个殖民旅游品牌。 作为五A级景区,平遥古城不仅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古城,也是我国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,获得成功,的两座古城之一。 如此,耀眼的招,谈,泼上了高价伪劣醋,既是对慕名游客的不真诚,也是对古城名誉的亵渎和羞辱,必须清醒的认识到,伪劣醋腐蚀,的不仅是山西醋这个招牌,更是平遥这个旅游古城的招牌。 表面看来,售卖延价醋利润过风,甚至可以翻几十倍,短期内鼓了一些醋饭,醋伤了口袋,但这是劫子而鱼的做法。 从长远看,放纵这样的伪劣醋,继续斑斓下去,终有一天,平遥二字将不会再是令人向往的,闪闪发光的地方,因为那里少了一样最关键的东西,成信,可以说,在这片土地上,有着悠久深厚的成信土壤,否则也难以诞生纵横数百年的浸商和明池天下的山西醋。 然而,如果让烈醋驱逐良醋,然后失去质量保障,再失去信誉,最后就会失去招牌。 当伪劣醋触目惊心的时候,公众难免就要问一句,一醋不醇,喝一醇平遥,平遥的旅游资源,继承于传统,是先被积攒下的生育和遗留的财富,用假冒伪劣来赚快钱,即使对先被污制财富,和精神财富的挥霍, 也是对下一代,对平遥的未来不负责任,值得一提的是,去年十一过后,以及2017年11月19日,平遥古城获得了年度旅游目的地胜誉奖。 对于这样的名誉,平遥的每一个人,都应当珍惜,今年来,自毁长城的名牌不胜美举,比如,今年年初,媒体便爆出,被冠以中国驴肉火烧之乡的河北河街,多个乡镇存在熟食加工黑作坊, 他们所加工的河鲜驴兽多油螺子肉,马兽甚至猪肉,加上驴肉香精以及其他添加剂组成,类似的贪念和短视,无不令人惊心而又痛心,微观如精品摇满大街的醋盘子。 我们期待,不仅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,旅游文化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,都应各尽其职,严格执法,而且当地还需从全局上规范整治,打造一个健康城市的旅游生态,还促一股未清纯,环平洋溢美好未来。